28歲被告陳旭章獲准保釋 他案發時是太平人壽香港大客戶經理 被控四項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 其中兩項指 他涉嫌在2018年12月19日 向匯豐銅鑼灣一間分行兩個職員 提供一筆未指名款額的金錢 作為他轉介客戶開納銀行戶口的報酬 其餘控罪指他同日和第二天 涉嫌以相同目的 向另一名職員提供大約1,000至1,500元 各三名職員即時拒絕受賄 向銀行管理層匯報 交由廉署調查